报应来了!黄欣盈偷吃人夫许志安被TVB逼血藏!主演戏剧全部无限期播出!网民敌死! 昨日16日爆出的30岁TVB花蛋黄欣盈于51岁许志安在迪士偷吃出轨影片在网络上疯传搂搂搂抱抱轻轻握握的片段令不少网民大喊渣男见女好担心塞米马国民绿了等留言 据悉这起安心偷吃事件登上热搜仅次于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大火全球不少网民都在关注 而这起事件更震惊演艺圈!黄欣盈与女形象插水!冬炸TVB也对这事件相当重视并决定即将血藏黄欣盈包括主演的戏剧《尖离地爱尖离地》原定下个月13日播出!却传电视台决定抽调! 至于日前黄欣盈到马来西亚拍旅游节目想得到也有可能有异动 TVB高成乐艺林接受港媒访问时直言看了道道之后还需要看怎样处理这件事 这个时候我好关心马国民也非常担心他因为马国民还要工作也就是还需要面对传媒 马国民还要为剧集《降魔的爱尸》拍摄而黄欣盈则一直在《消失》中两人均未对此事做出任何回应 据知黄欣盈情史丰富入行七年是非跟非文不少于作品 前好几位对象都是人夫但是遭到他否认还表示不会喜欢有妇之夫 而黄欣盈目前虽有男友马国民但是之前也传出他与男星周志文到夜店酒后乱亲 现在又爆出于许志安在车上积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